有爆琵琶半遮面 千呼万唤终于我们发言人团队出来了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连续两天北上博板面 这次更是习滋滋的要来宣布竞选团队发言人 前两天在高雄的陈其迈委员他已经发表了他的发言人群 是所谓的八家酱 那我自于我们三个是三个臭皮酱 所以三个臭皮酱对上八家酱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现象 我接受他的邀请并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 我们是真的真心的希望为高雄为国瑜兄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那尽量的能够让大众了解他真诚的一面 来对抗另外那个候选人虚假的一面 不让对手陈其迈专美于前韩国瑜找了立委 陈一鸣许舒华担任被去发言人 国民党成功整合打团结牌等对手 可是大用年轻发言人来力挺青年 高雄在民进党执政了二十年的过程当中 如果可以给年轻人机会 早就应该提出更好的方向 不是现在由年轻人担任发言人群 就是给高雄人机会 有别于陈其迈的年轻正妹幕僚吸睛 韩国瑜找来有经验的立委助政 面对前一天用年轻时把马子 绝对不会分人种来酸对手陈其迈 民进党再度痛批韩国瑜是笔入女性 这个他们电文派用得太凶了 我推出什么政策出来电文派就电我一下 电一下电一下 我呼吁对手的阵营好好露一手展现一下 韩国瑜不改本色幽默打算对手 距离选政只剩下一百多天 各阵营犀利攻防也只会越来越激烈 欢迎讯会科广民底家话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